最後是一些其他啦 什麼雷射光啊 紅外線啊 紫外線 第一個就是雷射光 就它的三個特性 光色單純 它只有一種顏色的光 所以它只有一種折射的情形 所以它經過三菱鏡的時候 不會產生色散 色散是因為不同的 光折射情形不同 所以顏色散開 它只有一種顏色 所以它不會有色散 它不會有色散 能量很集中 你們平常看到的雷射 比如一點一小點 能量集中在那一小點上面 那一小點上面 所以呢 然後可以用來切割物體 告訴你說不要看它 你要傷害你的眼睛 再來就是擴散性小 雷射光色度序射好遠呢 還是一小點沒有變大 沒有變大叫擴散性小 可以傳很遠還是保持一小處 但不是說它永遠都是一小處 它還是會擴散 只是它擴散比較慢 比較慢 比較慢而已 OK 有它三個特性 然後就有一些運用 然後考試就問 你就會 這樣再回來就可以了 好 紫外線就是 紅尘黃綠藍燕紫的旁邊 最接近紫色光的叫做紫外線 它是屬於波長比較短 頻率比較高 能量比較大的紫外線 然後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因為它會切斷DNA 所以你只要是DNA做的 就會讓它輾掉 讓它輾掉 所以它可以殺菌消毒 然後呢 會照射皮膚生成維生素D 然後幫助鈣質吸收 所以呢我們說 有人怕得骨質疏鬆 會吃鈣片 但是你吃了鈣片 就要記得去曬太陽 曬太陽 但是現在很多人說是 鈣片裡面 都加了維生素D 幫你去添那維生素D 如果小狗也要去吃鈣片 小狗也要去曬太陽 大家去給我們曬太陽 產生維生素D 幫助鈣質吸收 好 紫外線指數 這個我們講過了 你就背一下就好 總共15級 7以上 過量10以上危險 好 看一下欣賞完就夠 好 然後呢 我們有個東西叫做臭氧 那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表示對生命有害 表示對生命有害 那我們有個臭氧 臭氧可以幫我們吸收 紫外線 在天上有一段 臭氧含量多 我們稱為臭氧層 大概在平流程的20到30公里之間 但是 由於人類的關係 我們發現 每年春天10月 南極上空的臭氧層的 臭氧含量會變得很稀薄 我們稱為臭氧洞 那有了臭氧洞 就表示沒有人幫你吸收 臭氧洞 它就會腸腔植入下來 障礙身體 那為什麼會臭氧洞 因為這玩意兒 活綠碳化合物 活綠碳化合物 所以我們有個蒙特羅易定書 這個我們在地科的時候有交 地科的時候有交 地理好像也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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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這樣子 知道一下 什麼東西造成了臭氧洞 有什麼條約行為 來控制這件事情 蒙特羅易定書 蒙特羅易定書 OK 好 這是蒙特羅易定書 最後一個是紅外線 就是那個紅塵黃綠藍電阻 最接近紅光的叫做紅外線 是屬於波長比較長的 能量比較低的 以來就來的紅外線 紅外線呢 是跟熱有關 紅外線跟熱有關 就長波輻射 它跟熱有關係 它有些用途 保溫 保溫跟熱有關嘛 保溫嘛 然後呢觀察 就是 只要你身上有溫度 你就會向外放出紅外線 所以我在黑暗裡面 拍你那個 發出來的紅外線 照你的影像 你在電視電影上看到那個 如果看過去 那個人的影像 有點紅紅黃黃的那個 就是拍紅外線 就是拍紅外線 照紅外線 但還有別的做法 先不講 我們以前騎過一下 不管它 熱追蹤 追熱飛彈 翔尾車飛彈 追熱飛彈 因為飛機引擎 會噴出很多熱嘛 所以追了它 就會打到飛機 追熱 然後遙控 遙控器 上面都有紅外線 我跟妳講過了 遙控器按下去 那個紅燈會亮 那個紅燈 不是紅外線 紅外線是不可見光 那紅燈只能告訴你 我活著 我有在用 我活著 我有在用而已 那個不是 那個紅光 不是紅外線 紅外線你看不見 這是一些 紅外線的用途 看一下 簡單的介紹一下 雷射光紫外線 跟紅外線 就可以了